观众朋友好,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世界贸易组织10月18号驳回了中国关于中美特种钢贸易纠纷的上诉 维持原判,支持美国 美国出口中国特种钢的贸易争端已进行了两年 有关纠纷的涉及美国AK钢铁有限公司和阿勒格尼技术公司生产的取向性锡电钢 这是一种生产高效能变压器、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重要材料 2010年,中国的宝山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提出投诉 认为从美国和俄罗斯进口的取向性锡电钢 存在于不公平的低价向中国市场倾销的问题 中共商务部随后决定对从美国和俄罗斯进口的取向性锡电钢 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美国AK钢铁有限公司表示 高达产品价格19.5%的惩罚性关税给公司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美方于是在2010年的9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投诉 世贸组织今年6月初步裁定支持美国公司 之后中方提出上诉 但世贸星期四宣布维持最初的仲裁结果 日本共同社透露受钓鱼岛问题的影响 双方校级军官交流专案被日本方面决定废除 报道说推动这项计划的主办单位原本表示 预计于10月下旬开始的交流可能会被延期 但现在日本的立场变得强硬起来 直接宣布废除双边校级军官的交流活动计划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周四发表博客文章 文章引述瑞典电视台的报道说 由于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月然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同时又在瑞典出版社出版他翻译的默言作品 马月然可能违反了评奖委员会有关利益冲突的规定 文章认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似乎也失去了光彩 据说马月然本人气得发狂 发电邮骂电视台 文章评论说再闹下去 中共政府又要指责是所谓的西方反华势力 贬损中国文化成就 好观众朋友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今晚 文章评论